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校色產品這個東西呢,只要用得好 再加上薄薄的粉底就可以把全臉的瑕疵修飾掉 所以呢,這一次要跟你們討論除了如何使用校色產品以外呢 還要分享一個新的概念叫做真色概念 如何用真色概念呢,去讓底妝的質感更加的升級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好,那第一課呢,要先教你們找出瑕疵的對應色 那要找出對應色之前要先認識什麼叫做護補色 護補色的話呢,就是兩個顏色相加在一起之後呢 會變成灰色調,灰灰的 例如紅綠,黃紫,還有橘藍 所以呢,應用在我們的這個瑕疵上面的話呢 就會變成泛紅呢,就要用什麼校色霜 綠色的校色霜 那如果你今天是蠟黃人 或是你有一些暗沉,是那種咔咔的顏色 有一點帶黃色調的,就要用什麼顏色的校色霜 紫色的校色霜 所以這樣有懂嗎?應該蠻好理解的吧 好,那我先解釋一下真色概念是什麼意思 所謂的校色霜,一般都是在妝前使用它 就是在上粉底之前先校色嘛 可是真色的概念呢,就是說 在上完粉底之後呢,再用這個校色霜 用在臉上,然後它用在臉上呢 就會跟上粉底之前使用的那個效果是不一樣的 它會在臉上透出一個自然的光澤感 會有這個效果,主要是因為這個產品 它就是設計用來妝前可用 妝後也可用的一個產品 所以不是每一個校色霜都可以這樣使用 是CAT這個可以妝後使用,OK? 好,那這個的話呢,它總共有推出四個顏色 我會一一的跟你們分享它會要怎麼去使用它 那第一個呢,是明亮綠,妝前用的話呢 它就是用來校色半紅豆疤 妝後使用的話呢,它就是可以讓這個肌膚看起來有一個明亮的透亮感 那第二個呢,是薰衣草籽 它主要妝前用是修飾蠟黃 妝後使用的話呢,就是可以讓這個底妝看起來更有透明感 然後第三個呢,是紅潤粉 妝前用是增加氣色,就是有些人很慘白的那種有沒有 你就可以全臉用,讓你的臉是看起來比較紅潤的 那如果是妝後用的話呢,就是可以增加粉嫩感 也就是你可以拿來當作打亮腮紅提亮 第四個呢,是亮澤白 那如果是妝前用的話,它就是可以修飾毛孔細紋 那如果你是妝後用的話呢,它可以拿來增加臉部立體度 就是打亮的意思啦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就是整個推開之後 它的那個妝感是透亮透亮的效果 而且在皮膚上面會有一個珍珠光澤 然後不會有泛白感 而且呢,它整個的修飾效果非常的自然 所以在幫你們做一個重點整理 妝前校色跟增色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校色呢,就記住它是修飾瑕疵 那增色呢,它主要是讓我們整個底妝的質感 還有妝感呢,整體的再提升 就是更精緻度啦 精緻度提高的意思 這樣,有懂嗎? 好,那當然這四個顏色包含綠色和粉色呢 也都是可以在妝後去使用它 也就是用這個增色手法 當作補妝使用 那它用在臉上之後呢,真的會有一個珍珠光感 重點是它本身裡面有潑尿酸 所以呢,它是有保濕度的 我才說它不會卡粉嘛 對,那它可以用在保濕的粉底液上面 那當然我自己也有試過 就是使用在持久的粉底液上 也是可以上得去的喔 然後呢,它除了妝效會有珍珠光感以外呢 它本身裡面有非常細緻的亮粉在裡面 有亮粉,很細的亮粉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般微毛孔的人呢 你不用擔心,一樣可以使用 但如果你是那種月球大雨石坑的那種毛孔呢 我建議你們先去試用看看再說喔 那現在還有這種就是限定組合呢 它就是裡面有一個校色霜 然後再送一個三角弧度海綿 那這個海綿的話就是方便你們在之後增色手法的時候 可以去使用這樣子點拍上妝 好,所以現在你們應該知道如何去使用這個產品 以及校色霜和增色手法到底要如何進行 那如果還有不懂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我在細細的說明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